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事与愿违 平言美宇自是拼赛后 状态一路下滑 接连在乒乓球亚洲杯 和奥地利公开赛杀鱼而归 不幸的是 淘汰平言美宇的全是中国选手 回国后 日本媒体爆出平言美宇患上了燃尽综合症 好像已经没有能量了 甚至已经开始讨厌乒乓球 连续败给中国选手 平言美宇的心态出现起伏实属正常 不过书道怀疑人生的确让人震惊 其实多数日本拼堂球运动员都被中国队越过 他们会表现出沮丧甚至痛苦流泪 比如大家熟悉的福元爱 福元爱是日本最具学历的女拼运动员 经常代表日本队出征各种比赛 但是由于她和中国选手的实力差距太大 经常被越哭 特别是遇到姜怡宁 从来没能取得一场胜利 开诚她一生的克星 不过福元爱凭借可爱的外表 爽冷的笑容和乐观的性格 受到中国队队员以及中国观众的喜爱 成为最受欢迎的日本运动员 不止福元爱 另一位日评女队员 也经常被中国队越哭 一样也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 她就是石川佳淳 石川佳淳也是日本平台不可多得的人才 并且随着福元爱结婚生子 石川佳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日评一姐 不过可能跟她姐福元爱待久了 石川佳淳也变得爱哭鼻子 而中国18岁小将王曼玉 可能会成为日本一姐石川佳淳 心中的一个伤吧 在今年年初的卡塔尔公开赛上 王曼玉以赐到林横扫石川佳淳 让石川佳淳遭遇一轮流 据说当天还是石川佳淳的生日 拿到这样一个生日礼物 难怪当天石川佳淳要哭了 接着就是日本公开赛正赛第一 遇上两位成熟的拼决不同 很多年轻的日拼选手气焰嚣张 四处宣扬要打倒中国队 夺得奥运会金牌 而今年最火的无疑就是日本华异神通张本志和 这位祖籍中国的小将拥有过人的天赋 在众多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016年日本公开赛上 夺得一二一组别冠军 成为国际拼连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同评也没与一样 年轻气盛的张本志和表示将打倒中 国选手都去奥运金牌 然而同样的结局再次上演 2017年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南丹兹阁赛第三轮 神通张本志和一比斯不敌中国选手梁静坤 无缘正在 赛后 不甘心的张本志和痛哭流泪 在强大的中国听队面前 任何狂暴嚣张都是浮云 中国听队只会用实力讲话 把对手打到心服口服